从今年3月19号开始 三峡的北大特区出现一系列 争执公车调度站设置的新闻 起因于原先调度站所在地的地主 不再续约需要迁移 客运业者后来新找到的地点就在国小旁边 因此遭到学生家长大幅反弹 几天之后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宣布反对调度站的设置 而业者则表示这个决策将会影响到公车的营运 可能会造成北大特区至少减少一半的公车班次 这个面临到迁移问题的调度站 就是台北客运的北大站 位置正好就在北大特区的中心 负责三峡及英格地区7条公车路线的营运管理 不过其实整个三峡除了北大站之外 光是台北客运就还有三峡市区的三峡一站 北大特区外围的三峡二站 中共三个调度站在做使用 会有那么多的战场 以及这次调度站迁移的争议 其实都跟都市计划脱不了关系 北大特区的全名为台北大学社区特定区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跟台北大学相关的重化开发区域 台北大学的前身为中心大学的法商学院 然而中心大学是由台湾省立法商学院 及台湾省立农学院两间学校合并而来 中心大学成立之后虽然将校本部设在台中 但法商学院仍然维持在台北的校区运作 地点就在今天台北市的捷运中山国中站旁边 由于跟校本区距离遥远 再加上系所及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法商学院不断传出独立设校的呼声 而当时的台北县也因为县境内只有两所私立大学 希望能有公立大学的进驻 两者一拍即合 最后在1986年教育部同意将三峡市区周边的土地 化为中心大学法商学院的新校区 之后由行政院核准独立为台北大学 为了迎接台北大学的到来 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将校地周边划定为都市计划区 希望可以把原本的农地改造成富有文教风气的大学城 整个都市计划在1991年发布 跨越了三峡及树林两个乡镇 以国道三号及三峡市区作为边界 占定共184公顷 在这份都市计划里面 除了常见的住宅区、商业区、公园、机关用地、学校用地之外 其实还有公车站用地的规划 位置就在学勤路及大义路的西南角 也就是今天大学建桥社区的部分范围 到了1998年台北大学社区特定区实施第一次通盘检讨 考量到学成路才是整个北大特区里面的东西巷干道 原本的公车站用地往南迁移了一个街区 来到学成路及大义路的西北角 同时把这个街区从住宅区改为商业区 这样的设定也更符合干道旁边 不改景临需要安宁的住宅区 林碧设施旁以商业区作为缓冲的精神 不过事实上北大特区在1999年进行第一次土地标售时 建商的开发意愿并不高 虽然后来在提高容积奖励之后全部标售完毕 但是初期前来购置房屋的已投资客居多 一栋栋栋栋立在高速公路旁 晚上又不开灯的大楼 让北大特区获得鬼城的称号 也因为实际居住的人口稀少 当初预留的公车站用地迟迟没有开辟 一直到2006年916上路之后 才终于有公车进入到北大特区里面 而这条路线还是为了捷运土城线通车才配合屁使 隔年由于地主决定收回台北客运在土城的调度站用地 才在北大特区旁设置三峡二站 部分路线跟着拉近北大特区 也因为调作站的出现 以及实际居住人口的增加 北大特区的连外公车路线 一条接着一条屁使 在2001年851、852、853、855上路营运 最开始希望可以借由这四条短程循环路线 接驳居民之后 再统一转成快速公车往永宁、景安、板桥方向 然而北大特区的住宅区 幅员不过两公里 接驳转成的政策并不被买单 居民仍然偏好快速公车可以直达住家 四条循环路线在2012年全部推翻 预留在北大特区中央的公车站用地 也就因为这样 从来没有实际新建成公车转运站 而目前还在进行的台北大学社区特定区 第二次通盘检讨案里面 由于新北市交通局认为已经没有使用需求 准备把车站用地变更为公园用地 至于这次引发争议的北大调渡站 最早是地主在2010年自行开辟为小客车停车场 后来在2011年配合捷运三鹰县先导公车辟使 改由台北客运租下来使用 当时的名称为三峡一站学成路停车场 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因为原先的调渡站空间不服使用 才会承租这块已经是停车场的地 之后随着北大特区的对外公车需求不断高涨 陆续开辟往台北市政府、新店 并且承接原先两座调渡站无法消化的路线 规模越来越大 最后在2015年与三峡一站正式分家 独立为北大站 然而从一开始这个调渡站就是租来的 台北客运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只要地主不愿意继续出租 那么调渡站就必须要迁移到其他地方 这也是几乎所有公车或客运业者都会面临的问题 台北客运于是在一公里外的地方 找到愿意提供新调渡站用地的地主 不过无论是原本调渡站的所在位置 或者是预计要迁移的地方 在都市计划里面都是划定为住宅区 但是在中央法规或新北市的相关自治条例里面 只要旁边道路的路幅在12公尺以上 都没有禁止作为调渡站使用 这也就会产生住宅区内出现零币设施的现象 实际上公车调渡站能够真的落在专用区内的反而是少数 光是在三峡地区还有同样落在住宅区 已经裁测的桃渊客运三峡站 落在体育场用地的台北客运三峡一站 以及落在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告 使用分区的麦载园都市计划区内的台北客运三峡二站 而根据相关报导 麦载园都市计划虽然有车站专用区 但那是给捷运三英线所使用的 公车调渡站还是只能自行寻觅地主 找个跟使用地幕不合的土地 如果要解决这类问题的话 比较好的做法可能还是在都市计划里面 就要设定好调渡站的用地 公车跟客运虽然是民间业者经营 但毕竟涉及到普罗大众的通勤移动权益 公权力还是必须要有适当的介入 否则原本的土地随着都市逐渐扩张 成为精华区而被收回进行开发 会导致调渡站只能不断地从一个郊区 再迁移到另外一个更远的郊区 最后让公车司机的劳动条件恶化 而市中心也因为长期的开发 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让车班停等 导致公车班距极为不稳定 目前台北市应该是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新开发的士林北投科学园区 有特别划定公车调渡站用地 但是其他没有相关规划的都市计划区 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甚至地方政府本身 还有可能就是让公车营运条件更恶化的元凶 目前新北市政府已经明确反对 北大调渡站的迁移申请 而原先北大特区中心的车站用地 按照交通局先前没有需求的认定 应该也不太可能释放出来给业者使用 而且各个调渡站都有核定的最大停车数量 也没办法将原先北大站的用车 全部塞到三峡另外两个调渡站 既有路线的减班 很有可能才是目前僵局下最立即的解决方案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三峡的北大国小 那在这个北大国小它的后面呢 就是这一次引起争议的台北客运北大站 不过其实严格来讲 这间北大国小它并不在北大特区里面 它其实比较靠近三峡市区的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学生他是在北大国小就读的话 然后呢他家又刚好是住在北大特区里面 那他就必须要靠后面的那一条国城街 旁边那个有红绿灯那个位置是国城街 影片的后半部呢 我们要去看后面这一条国城街 那其实他也有还不小的问题啦 OK那我们就出发啰 后面这条路呢就是国城街 旁边红色的这一栋建筑 就是北大国小 其实如果我们探开地图的话会发现 从北大特区跟三峡旧市区中间 可以直接联络的路其实不是很多 大概就三条 那国城街呢是其中一条 而且也是路程最短的一条路 所以如果今天有学生他是住在北大特区里面 他的学校刚好是北大国小 或者是旁边那边的三峡国中的话 他可能就会走这条国城街来上下学 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城街两侧的这个公车调度站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那另外一点是这条国城街呢虽然是都市计划上面的道路没有错 但他实际上呢是在去年才完成节湾曲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路他在节湾曲直之后有做了哪些改善 刚才沿着国城街从北大国小一路走到这边的路都还算蛮好走的 因为毕竟在国小旁边嘛就一条人行道实体的人行道 但是but就在这个位置呢往后转 这什么 人行道走一走遇到电箱耶 啊电箱旁边这个空间一公尺而已 啊请问剩一公尺这个如果上下课人潮比较多的话要怎么走 而且呢最好笑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在去年节湾曲直完之后呢 旁边居然没有实体的人行道只能漆 又是用这个绿色油漆来去漆标线型人行道 我实在不敢相信都已经在2022年了 我们在市区里面新盖出来的马路 居然还是没有实体的人行道只能用这个绿绿路 你说这种马路学生到底要怎么走吗 上下课人潮比较多的时候 你不要说什么两个学生或是家长要牵着学生一起走 你光两个方向 我这边要走过去跟对面要走过来的人 要交汇这个宽度都有问题了 公车调度站就在这边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这边就是调度站 你不要说是因为公车调度站出来之后才有这样的争议 就算这边没有调度站好了 就算旁边的围里继续围着 行人要走到这边都还是非常的困难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都已经2022年了 我们在市区里面新盖出来的马路 还是没有一个人行道 还是只能用这种绿绿路 然后新北市政府呢 他现在说为了要不让调度站可以设成功 所以说他禁止国城街行驶大课车 可是问题是 我刚才是真的有看到 有游览车开进来 他是为了要在这些国小的学生 在旁边国中的学生上下课 这条路旁边就是国小就是国中嘛 你真的进行大课车之后 他这种每一路可以走 他还是得要走这条国城街啊 所以特别解决方法就是 你在盖这条路的时候 你就是要思考说这条路 他是通学向 他是要让学生来走的 而不是什么 我把他指定了通学向之后呢 然后就放在这边杀手不管 目前三峡跟北大特区这边 因为旁边就有高速公路嘛 再加上这边的人口一直在增长 所以说未来啦 可能这边在使用公车的量 可能还是会逐渐的增加 如果说未来台北客运 他们真的不用这块地 那可能后面这个围离 他又再次把他围回来 围到这条线上面去 那是不是北大国小这些学生 他们一样会面临到 没有一条路可以好好走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真的需要被彻底解决的 应该还是这条国城街 他没有人行道这个问题 最后呢 如果你对于都市计划 国城街人行道 或者是台北客运的北大站 有任何想法的话呢 都欢迎在留言区里面 跟大家一起来做讨论 那也别忘记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后我也要感谢樊交通帮忙整理 爬出历年的都市计划 以及畅行台北对于历年公车营运资料的记录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